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创新世纪 我是今天的音乐见证人戴君 说到时代曲 每个时代都有他自己特定的时代曲 这不但代表了当下时下的生活 也反映了创作者的心态 所以听者也会感同身受 在我们那个年代一首好的歌曲 我们会称它什么 经典 那到了现在我们会称它为爆款 今天同样我们会请来两位 非常优秀的爆款制作者 他们是谁呢 让我们一起走进我们的原创新舞台 有没有人告诉你我不快乐 只剩我独自承受 会想哭 我牵着你的手 你到底忘了没有 忘了没有忘了没有忘了没有 我和你一起承诺每一个梦 每一个失眠 我和你的晚安 变成孤单 只能在回忆中拥抱我 你到底忘了没有 忘了没有忘了没有 忘了没有 你爱我是你亲口的承诺 我还在幻想 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还是会想我 有没有 我和你一起承诺每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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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失眠夜晚 你的晚安变成孤单 只能在回忆中拥抱我 你到底忘了没有 忘了没有忘了没有忘了没有 你爱我是你亲口的承诺 我还在幻想 我还在幻想 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还是会想我 有没有 我多少次看着你的眼睛 我多少次想得到你回忆 我没有勇气 却还想问你 你怎么会想得放弃 你到底忘了没有 忘了没有忘了没有 我和你一起承诺每一个梦 每一个失眠夜晚 你的晚安变成孤单 只能在回忆中拥抱我 你到底忘了没有 忘了没有忘了没有 忘了没有 你爱我是你亲口的承诺 我还在幻想 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还是会想我 有没有 编曲 вперjud 可不愢 任意 可不愿baar sixt SaaS 忘了忘了忘了吧 有吗容易尴尬 那就放下吧 放下吧 放不放得下 放得下几句 做吗 观看 总有上不下 下不下 气氛成不成 加不加 度个富庸 风扬 那就要再见吧 再见吧 再也不见吧 不见了 承诺人均 蒸发 安慰都是废话 算了吧 雨再大也不 大石头发 无碍无伤打哑 幸好大 很没想话 没牵挂 如果天都黑了 也都深入 心的门没走 你真的会都有 睡不着的故事 可以说 反正一个人 能走过 两个人也不嫌多 Woo I don't know 怎么天都黑了 睡不着的人 那没问错 爱的人都给你帮我 也是有话不直说 想过这种心得 感谢两个 管它够不够 Woo Woo I don't know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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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有想不想 下不下 气氛 真不真 家不家 渡个富庸 风亚 那就再见吧 再见吧 再也不见不 不见了 承诺人群 蒸发 安慰都是废话 算了吧 雨再大跌不过 当时头发 无碍无伤打压 幸好大 没想法 没牵挂 如果天都黑了 也都醒了 心的梦没错 闭着灯火 都有睡不着的 故事可以说 反正一个人 能错过 任何人也不嫌多 I don't know 怎么天都黑了 睡不着的人 那美梦总 爱的人多 给你把我 伤过当的片子说 强迫这种心 可干下两口 不管它够不够 Woo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欢迎凤凤凤凰 欢迎凤凤凤 王静文 这个节目如果是两位嘉宾的话 这两个嘉宾要么是好朋友 要么是搭档 要么合作过 你们两位好像完全不认识的样子 我们俩其实也是很有缘分的 见过一面 歌那个时候 我在这儿坐着 然后我抬头就看到 这个男生好高 对 我有幸有跟这个 静文还合作过一次 做过一次制作人 然后当时也听了他的歌也很喜欢 但是那一次没办法 只能选择隔空录音 我在北京 他在杭州 来 两位请就座 说到之前两位有合作过 是什么样一个奇迹 把两位走到一起呢 我自己就很喜欢刘富洋老师 我当时就写了一首歌 然后直接那首歌 就拿去给老师编曲了 当时很紧张 就想得到那条反馈 我想知道老师听到那条歌 是什么反应 因为我那个戴帽很破 就是在背窝里 然后那个音质滋啦滋啦的 我音准又不准 然后我就想听他怎么评价我 因为我很喜欢他 其实一首好歌 怎么去鉴定他 我觉得是 当我听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 不像我们在棚里录了一个demo 或者自己在家里用很好的麦克风 如果你还是被他打动了 我觉得这个歌就是一首好歌 这首歌叫《早晚》 我推荐大家也听一下 请唱几句好不好 好 老师先叫 漂亮 看得漂亮 我喜欢这样的嘉宾 我特别喜欢你 好烦 好烦 房间这么烦 冰箱只剩的 床的没换 日子暗不久 伴不嫌不淡 总来不及吃早饭 好有画面感 这很生活 讲了一天他起床 然后其实这首歌 大家可以听完整版 因为他把整个一天的故事 总结了一下 然后从里面发现了生活的意义 Zither Harp 祝福 想演你一切美好中博 我传你最爱那件一副美股 结束 还剩多少过往没结束 你看最高一几一波出 我没输 你藏在黑夜里 藏在星星里 是不是藏在我耳机 藏在枕头里 藏在眉梦里 有没有藏在我泪滴 你藏在我眼里 藏进我嘴里 我怎么找不到你 都借口不提 算不算剩一点默契 对 即使董事業 重复 想演你一切美好中博 我穿你最爱那件一幅美顾 结束 还剩多少我没结束 你看最后已经破除我没输 你藏在黑里 藏在星星里 是不是藏在我耳机 藏在枕头里 藏在眉毛里 有没有藏在我泪滴 你藏在我眼里 藏在我嘴里 我怎么找不到你 都借口不提 算不算一种默契 藏在黑里 藏在星星里 是不是藏在我耳机 藏在枕头里 藏在眉毛里 有没有藏在我泪滴 藏在我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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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找不到你 都借口不提 算不算剩一点默契 凤瑶 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个音乐天赋的? 其实真正走到这个行业里面 应该是就是跟君哥认识那一年 09年 喜欢音乐 他差不多初中的时候吧 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有写一些东西 但是不懂音乐 可能会写一些小散文啊 什么的 所以作文的分还挺高的 就是觉得音乐可以用另一种方式 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有没有某个人突然之间让你觉得 这个舞台是很有魅力的 当然 小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晰 那时候我爸拿回来一张VCD 就是有画面的那个演唱会 我记得清晰的是 任仙琦的一场香港的演唱会 我当时看一个男生扎了一个便 然后唱了很多武侠的那样的歌曲 很帅 很帅 然后弹吉他 我觉得这太帅了 从那时候其实开始会有一些想去效法 那时候想耍帅 对 是因为觉得很酷很帅 才开始注意到这个 然后慢慢开始发现 原来很多歌曲我也是很喜欢 或者是曾经听过的一些歌曲 原来是这个人唱的 对 那后来就是你在演艺圈 其实年份也挺长的 去台湾的赤售也多 有见过小七哥吗 我见过 我有见过两次 两次 有跟他表达过 并且我拿出了当时 买了很多他的磁带 然后还有CD 包括海报 然后小七哥在那里说 这个是正版 其他都是盗版 是的 是的 没错 真的吗 没错 没错 因为那个时候不懂 所以正版盗版反正都买 就是觉得要支持 那歌曲都是重复的也要买 基本上他的歌曲我都能唱上来 好吧 我们来点一首歌好不好 因为我跟小七哥是好朋友 你唱完了以后 我把这段剪辑的发给他 那我有点紧张了 但我刚才那句话没说 好吧 随便唱 不不不 来来来 来 试一下 试一下 心太软 你总是心太软 心太软 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 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 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 我本来想叫小七哥今天给我联系的 他在四千多米海拔高原上面连信号都没有 凤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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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对音乐的坚持和努力 在这条路上希望你继续努力往前进哦 加油 我的天啊 这个 这是视频吗 没有 他在那边拍了一个照片给我 拍不了视频 因为他那个地方没有什么信号 我这鸡皮疙瘩都 你要不要有什么话对小七哥说 这个真的是 我今天有点激动啊 因为确实齐哥是我怎么讲 人生的音乐启蒙老师 然后我真的是每一首歌基本都会唱 对 然后学吉他也是因为他 也是因为你 有点空白了 我觉得真的很 谢谢君哥 谢谢谢谢 这个是我其实一直想找机会有机会可以跟琪哥合作 但是还没有 但我相信我再努力我会有一天为你写歌 我去年有幸翻唱了《心太软》这首歌曲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但是 就是向你作与致敬 太荣幸 所以我就觉得喜欢一个人真的是 如果说这么多年走过去以后看到这个人还在前面 他还是一个榜样 就会觉得很值得 所以呢 所以我们给风格的一个打歌的机会 因为爱嘛 所以带一首关于爱的歌好不好 好 爱你 有请 爱你 有请 想起就像个神经 只是嫉妒不负极 也许就叫做命 不是故意 只是在意 不公平影响着 下断感情 是像一段隐气的脸所反应 习惯的全力而去 也许早已触点 绕了自己 已放开脸 一把打火烧不掉的勇气 I love you 还是在 love you 在我的世界里 已经确定的告诉你 反反复复的在说明 我还在 love you 放弃只有色味激烂的鼓励 却触摸不到我的心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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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公平影响着 下断感情 写上一段隐气 的脸所反应 习惯的全力而去 也许早已注定 绕了自己 放开脸 一把打火烧不掉的勇气 I love you 我还在 love you 还是在 love you 在我的世界里 在我的世界里 已经确定的告诉你 你反反复复复复的在说明 我还在 love you 我还在 love you 今晚小时候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偶像 因为我看到你的名字 我第一反应就是 他是不是因为喜欢王静雯 所以起了这个名字 是我妈妈喜欢 张惠妹老师啊 王芬老师啊 我很喜欢 如果您父亲姓张的话 你可能会叫张惠妹吧 我差一点叫王惠妹 这是真的 你爸爸妈妈太逗了 这是真的 因为我妈妈在 因为他怀我弟弟 他一直在看偶像剧 看那个都敏俊嘛 我弟弟现在叫王敏俊 就是真的 你妈妈太可爱了 你蒙家很喜剧 所以 这个名字就是 在你的读书的时候 有没有给你带来过困扰 就还没有 但是从小我 一直有一种魔力 就我觉得我应该是个唱歌的人 对 我觉得唱歌呢 让我变得不一样嘛 我都叫王静雯了 我怎么可以唱得不好 对不对 有这种隐隐的 这种念头 对 有这种感觉 因为我听你的歌 我觉得这女孩的音乐素养非常好 没想到你没学过音乐 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起来 在平台上发自己的歌呢 在19年末的时候 18岁那时候 我感觉人生到困境了 我就想着 我每天都看别人唱歌 那我也去唱 20年4月份的时候 我开始在网络平台上面唱歌 然后直播 然后呢 是多久以后得到了肯定 两个月以后吧 有一条视频 它就流量很高 就是突然一下子 我就实现梦想了 那个时候感觉我离唱歌最近 可能也就是当个助唱 我觉得那样已经很幸福了 然后公司找到你签约的时候 对你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要求 就去了趟武汉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去武汉 那时候我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 就大包小裹的 穿着一个很肥的裤衩 大 大裤衩 对 然后就去武汉 然后扛着行李 就是特别像那种进程 我记得我第一次坐飞机 我背着吉他过去 我不知道那个吉他可以拖运 因为我那个吉他也不是很贵 然后那个吉他包就是布的 我怕那个吉他碎了 因为我不知道他怎么拖运 我把我的棉裤 包在那个吉他外面 就拿那个胶布缠着 所以你就到了那边打开行李的时候 朋友有没有笑话你 说你这个吉他还穿秋裤啊 有说过吗 没有 我回去拆 拆不开了 因为包太紧了 然后拿刀给尬开的 尬开了 尬开了 尬开了尬开 尬开了尬开 我就想去那个场地 去看看别人演出 我想看看别人演 别人是什么状态 那个人有个三十三四十个 然后我就很担心我自己 这个状态我要怎么 这样子我要怎么完成它 所以当时会有恐惧 会不会有人来听你唱歌 对 我很害怕 因为我害怕 我会尬在台上 因为我是一个 我是那种泪失禁的人 然后还特别耗面子 东北人都这样 就要强 我站在台上我要唱走音 我听到了我就忍不住 我要流眼泪 就是那种性格 我还怕我当时在台上 我会那种状态 如果观众比我想象到的 最坏的状态还要少的话 我要怎么招架它 然后我就一直在 就演出那天我在后台 我没敢拉开那个联看 没有工作人员会跟你说吗 满了 满了 做了多少人 没有 就是我都没有敢问 但是他们都还挺开心的 就是他们想 可能给我个惊喜吧 那种 我当时在后面 就是一直在唱 截就是女王 这真的事 在后面一直唱这句 然后我一打开那个链 就是人都满了 所以呢 又累失禁了 对 然后我上去就一直在哭 就边唱边哭 因为我感觉自己被看见了 你以为这个世上没有人认识你 但是他们都喊你名字 然后他们都会唱你的歌 就是一种成就感 是是是 得到肯定的那种 幸福吧 那种幸福 好想问你累不累 或许需要点安慰 有多少天也不能美 在后悔 预备 再后悔 反正 年轻总用来浪费 好想请你别后退 堵住他亲密的嘴 走到这多么难难可贵 爱不配 别惭愧 自卑总长成交位 天在黑早晚都会明媚 快去追 快去追 快去飞 真正还纯粹 多疲惫 都不敢崩溃 你笑着笑着 留下几滴泪 几算着泪梦怕灰碎 被围着违背 得上几回 再去追 再远回 一切做光辉 你不是 谁的点缀 最勇敢的谁让你最狼狈 最狼狈都算最珍贵 好想请你别后退 堵住他亲密的嘴 走到这多么难难可贵 爱不配 别惭愧 自卑总长成交位 天在黑早晚都会明媚 快去追 快去飞 真正还纯粹 多疲惫 都不敢崩溃 你笑着笑着 留下几滴泪 计算着泪梦怕灰碎 被围着违背 被围着违背 被得上几回 再去追 再远回 一切做光辉 你不是 谁的点缀 最勇敢的谁让你最狼狈 最狼狈都算最珍贵 就把梦做到人生定飞 快去追 快去飞 真正还纯粹 多疲惫 都不敢崩溃 你笑着笑着 留下几滴泪 不敢崩溃 WHAT income 有点dis 帮 你不一起 每帮 千蚌 你不最 有点地 很是 不信 Squirrel 快去追 同样也是跟金文一样非常有实力的凤瑶 熬了好多年 对 跟君哥第一次见面那一会儿是我刚刚出道 其实你的起点非常高 然后我们所有人说 他一定会大火 无声无息了 接下来就看不到这个人了 是的 一下子六年过去 六年过去了 那会儿我正好赶上了一个唱片 就开始越来越消退 然后那个时候知道了一个词叫做流量 然后我的老板就跟我讲说 你看现在是流量的时代 虽然你已经迁进来了 我真的是有一种做梦的感觉 就是第二天醒来之后 还在自己租的那个四百多块钱的那个房子里面 那个时候有一点点不甘心 就觉得为什么 也想证明自己嘛 对 但是一待就待了六年 才发了自己的专家 这六年时间你不会去跟公司去说嘛 说你们给我出唱片 我签给你们了 那你们要对我负责啊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最重要有一点 我看清了自己 我觉得 先要强大自己 其实那个时候我不太会去创作 歌词也得需要找别人来帮我填 然后编曲做demo都需要别人来做 而且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跟我的朋友 开始学习音乐制作 对 那段时间算是我一个成长最快的一个阶段 后来我就拿着这六年写的歌曲给了公司听 我当时跟老板说 我说最后一次 如果你要觉得不OK 那你也就放了我吧 那次还好 就顺利了就发了那张专辑 暧昧的状态是最好的怂恿 一次一句以来即刻的铁手蜂拥 Baby 完美的睫毛和凝眩 般笑容 每个心脏都为了你疯狂跳动 谁不想追踪你一句一动 却不自觉掉进你的形容 谁能够不把你放在心中 对你来说只是无效利用 Baby now 你在等的谁想够累的 是谁为你敲了魔力的 想要满足所有你的需求 你的 你在等的谁想够累的 是谁把你吻下了 是谁把你吻下了容泪的 迷失分不清楚 靠归于冲 精神的面具迷惑中 多英雄 若隐 若隐 若隐的你 融化他们的英勇 Baby Baby 无辜的眼神是爱情的麻油 每个男人的幻想能把你占有 谁不想追踪你一句一动 却不自觉掉进你的形容 谁能够不把你放在心中 对你来说只是无效利用 Baby 你在等的谁想够累的 是谁把你吻下了容泪的 想要满足所有你的需求 你在等的谁想够累的 是谁把你吻下了容泪的 你是分不清楚靠归于冲 喜好 繁闯的 蜜月 为你找了魔力点 想要满足所有你的需求 Lady 你在等待谁想够你的 是谁为你想了重力的 你是分不及中 高贵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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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听完这首歌以后 金文什么感觉 很陶醉 而且 就是老师的声音很磁性 然后写的歌 我就一直想要这种感觉 就是很沉浸在自己的歌里 然后很帅很帅 那自己有没有恐慌过 金文 就说我起点很高 我这两年做了很多的好歌 我下一步该怎么走 有没有想过这个事 有 刚发两首歌的时候 成绩都还挺好的 后面就会担心自己 可能再发成绩不好了 没人听了 就会有这种担心 但我现在已经 就不会这么想了 过了这个阶段了 对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 更想要的不是这些了 对 想要什么 我想让我自己更丰富 我不想让我自己很无知 对 所以很多人一开始的时候 在乎的是数据 上一首歌有四个亿 那我怎么来突破它 这可能我最初阶段 我会在乎的是这个 但再往下的时候 是在乎我自己的感受了 对 我想让做出我自己觉得 我不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 有一天我能自己认可我自己 我觉得我很厉害 这个想法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今年吧 因为我见得多了 看了更厉害的老师啊 更好的舞台 我就知道我自己还不够 可是我是很幸运的那一类人 所以我需要的很多很多 就算是有一天我可能是会国气 会有人慢慢地把我忘记了 但我还是会一直唱歌 我做我喜欢的事 我觉得我一辈子都会干这个 因为唱歌让我变得 没有那么平庸了 对 那在现场 今天要不要给我们唱一首 自己写的歌 好 来 有请进门 Zither Harp 想想也没什么好遗憾 好坏也陪你做过吧 只是惦记你有没有按时吃饭 想想一件有点麻烦 你爱哭又总在我工作室倒乱 要浪漫 安全感 却爱我前进不换 和你分开后时间变得好慢 小小城市在旁边变得太难 爱爱爱无奈 没你有什么好期待 我好想看你耍脸 有你在会陪你看海 听你说明我存在你画的脚不够精彩 我怎么还爱爱失败 没把你冲成个小孩 都怪我爱起古怪 并平凡 把沉默什么都不错 你我说晚安会不会不习惯 小小愿望 小小愿望会是谁 失败 没把你冲成个小孩 没把你冲成个小孩 可惜没有你存在 可惜没有你存在 我一个人怎么精彩 我怎么爱爱爱 失败 没把你冲成个小孩 都怪我陪切古怪 是不会爱和你等待 可是爱会不会还有机会 我们重来 说到今天的我们最好的舞台上呢 会带来很多最好的音乐 那现在我要点一首歌了 其实他写歌能力非常非常的强 知道 很多年前有首歌特别打动我 那歌叫《十二月的游走》 《十二月的游走》 写的就很像我们那一波歌手 少小离家 然后为了一个梦想 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打拼 就像你18岁去到了武汉 这歌里面好像唱的 就18岁离开故乡 还会唱吗 我试试啊 我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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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个副歌 啦啦呼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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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岁离开故乡 爱着妈妈给的思念女孩 却发现少了些体温 啦啦呼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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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容里大一点伤 我发现想要的朋友 把故乡变成了远方 还是一个民谣 所以这么多年来 就是虽然这个音乐风格一直在改变 但是对音乐热爱的心没有变 刚刚唱这首歌的时候 瞬间带回来到当时的那个 拿着一把琴一直在去想着这个故事 其实现在慢慢跟着自己的成长 好像少了一些这样的氛围感了 那个时候很容易 就是触景深情 就是很容易让自己这个画面变得很矫情 并不矫情 我觉得这真是真情实感 为什么我看到这个歌我会很感动 对于我来说我也是17岁南下去到了深圳 当时为了自己的梦想嘛 有时候会半夜三更想到远方的家人 听到这样的歌 12月的游走就会非常的有感受 今天从小七哥的那个语音再到这首歌真的 因为君哥确实算是看着我长大 真的是看着我长大 有一次我发了一个跟周杰伦的一个合影 然后君哥说第一次采访的时候他才20岁 我说君哥你记得吗 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也才20岁 我很不舍得 今天不太像一个节目 而像一帮老朋友新朋友的聚会 那不管是爆款 还是说我们现在大家知道的很多的好听的经典 这些呢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烙印 这些歌在未来的时间都会陪伴我们走过的每段日子 你在某一天你听到这个熟悉的旋律 你会想到某个人想到曾经和他一起发生的一些故事 再次谢谢凤瑶 谢谢静雯 谢谢 你在哪儿 还是楼梦子吗 某个人在某一样的揭嘱 上班会迟到吗 翻有暗时吃吗 是不是还那么晚回家 你在干吗 会偶尔想像我吗 我只是想和你说说话 我最近过得还好啊 我这里飘起了雪花 可我找不到你 我好想你 我没有办法 我们是从事对方为的希望 现在谁又代替我主张 我总让你失望 也还如此漫长 我不奢望 只想看看你模样 你在干嘛 会偶尔想象我吗 我只是想和你说说话 我最近过得还好啊 我这里飘起了雪花 可我找不到你 我好想你 我没有办法 我们 现在一切从事对方 唯一的希望 现在 谁又代替我主张 我总让你失望 却还如此漫长 我不奢望 只想看看你模样 我不再是你生命的一束光 你会靠在另一个肩膀 就这样散发 再也在漫长 便回头望 竟忘了我模样 就这样散了场 就算来着我 可那几年 只有你为我哭唱 你在哪儿啊 现在呢 我在这个地方呢 叫音乐记忆墙 我们每一位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 都会在黑胶大碟上 留下他们的签名 代表着他们对音乐的这份情感 以及执着 那今天呢 我们两位嘉宾 一位是刘凤瑶 一位是王静门 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 好了 两位 走过了这么 这位是走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 但是这两年 做音乐人也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呢 你们对音乐方面的心声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大家 我已经准备好 接受未来一切的变化 我想做一名好歌手 我会坚持下去的 谢谢 谢谢金文 我觉得对于我来讲 做音乐可能是 就像吃饭睡觉一样 一辈子的事情 接下来还是好好地去 给自己写歌 给别人写歌 把全部的投入放在这里面 希望不管这个时光怎么流转 过去多少年 我们都能听到你们给我们带来的好听的音乐 那今天呢 在我们的音乐墙上 签下你们的名字 选这张黑胶大碟吧 让我们把美好的音乐 美好的时光 都留存在这张大碟上 原唱真现场 初初接舞台 今天呢 给大家带来一期非常好看 非常温馨的节目 我们下周突然时间再见 也期待我们再次的相会 拜拜 今天在王静门和刘凤瑶身上 我们感受到了一种 对音乐执着的热爱 他们是幸运的 因为时代给予他们 实现自我的机会 当机会被到的时候 他们在折服中积蓄勇气 当机会降临的时候 他们迸发出突破的力量 这些都是源自于 他们对生活和音乐的执着与热爱 而时代也会留存下他们的声音 上微博参与最好的舞台话题讨论 看原创音乐系列线上演出 一起感受原创音乐魅力 聊天斗图就用闪蒙表情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新浪微博 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新浪新闻 天意视讯 中华万年力 闪蒙 华语之声 前程无忧 成果娱乐 至于 爱斗 环球在线 影视 是聚焦